我们看了好几个宿舍 然后就是有的宿舍就是人特别多 十几个人 他们宿舍都是没有厕所 然后我们这个是有厕所的 对 就是我的内心的声音告诉我 就是不要过于过早 开心 过早 开心 因为我觉得节目组很公平 所以 这肯定是有一些漏洞在里边 不知道为什么 你如果就是跟你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反而跟你一个不喜欢的人住在一个房间的话 也是很难过的 但是有时候你十几个人 大家都是关系非常友好 住起来也是非常快乐 然后我来中国之后这边上大学 就是一开始住的是双人间 后来都研究生的时候是住单人间 但是因为大家作息时间不一样 所以导致晚上我们集体睡眠时间非常短 导致影响了我们白天学习的进度 因为我也是 我的日本学校 我实际上一直在家 我一直在家 我最初就住在家 所以我是非常开心 他就觉得就是 当然如果十个人刚好都是喜欢的人 但是就是合得来的话 那肯定是非常开心 不然的话就可能会就比较吵闹 但是反过来看的话 这可能也是一种乐趣